7月22日 北方某省某家莊 11月22日 當地幾間餐飲商戶 聯合為清潔工人準備免費午餐 並在電視台發表公告 但沒想到清潔工人還未來 又被收到風趕來的 各路家居大媽 蜂擁而致控腸 大媽先用盆筆 後來腸不切 縮聲就用手拿 一時間口水亂噴 鼻翅橫飛 氣搶腳踩 下肢碰撞 導致有些大媽的褲子都脫了 一時場面失控 狼煙四起